雜誌最新民調縣市競爭力的部分 新北市六都墊底 民進黨新北市場參選林佳龍 就抓緊機會猛攻對手侯友宜 這在2024無力又分心 當然會退步 看到這個一進來心跳加快 穿上專業裝備 林佳龍首次挑戰攀岩 實在很緊張 大家在一旁不斷加油打氣 林佳龍也沒落腿 一口氣爬到兩層樓高 順利完成任務 對於第一次爬來說 九十九分很厲害 推廣體育局政策實在很拼 林佳龍還大方邀請 新北市長惠祐宜一起來體驗 不過來看到雜誌最新縣市首長民調 施政滿意度 新北下滑倒逆走 競爭力更是六都最厚 林佳龍猛酸 因為對手分心想著2024 卻被新北市政府回敲 不容路過的人抹煞基層努力 不要只是凡事都好好做事 事實上也沒有做出什麼好事 不要去用這種酸溜溜的語言 我想侯市長也是從嘉義北上奮鬥 而防範強制來襲林佳龍喊出 為老都跟四年四萬戶一坪換一坪 卻被批評是亂開支票 根本不可能實現 我四年希望能夠做到四萬戶 我是他目標的一百倍 有心的話會找方法來解決問題 無心的話就找一些藉口來推脫拉 地震震出居住安全 緊抓實施議題 端證件要全力拉票 就和李明洪熙 美食報導 接著 感谢观看